新竹市弱勢福利促進會 在台西里集會所 舉辦一年一度的愛心米發放活動 並結合衛生局的癌症篩檢 市議員鄭正中以及周遭林里長 也一同響應這項活動 一年一度的那個 對那個弱勢團體 就是一起平復 對他們的一些小小意識 就是發放米糧 然後讓他們能夠 起碼在短時間之內 能夠安心的過他們的生活 那麼相信我們理事長 也是我們台西里長 我們曲西里里長 我們議員里里長 我們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都會都頂力在幫忙 出錢處理 那麼我相信所有的被救濟的 一定會帶著感恩的心 一定會好好過他們的生活 愛心米發放內容包含鹽醬油 糖衛生紙等生活所需用品 每份價值約1000元 希望藉由結合衛生局篩檢 和中秋節即將來到的節日 讓生活不變的民眾 能夠有一個溫馨的節日 我們每年大概八月 八月中旬的時候 這個就會做這個發放愛心米的一個活動 今天我們準備了大概就三百份的一個物資 那一份裡面有鹽 米 然後一些那個就是民生用品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今天還有中醫的抑診 還有這個衛生局來的那個一個癌症的三件 然後就大概是準備這些東西 活動當天雖然下著毛毛細雨 民眾還是依序排隊等候領取所需的物資 里長謝金財特地準備點心讓民眾享用 三百份的物資在志工的協助下也順利發送完畢 為一年一度的活動畫下完美的據點 開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